芳輝,我們經常都形容,那些人偷懶是蛇王 有什麼公佈名證言順的蛇王呢?一齊去看看 他們長年與蛇鬥發 堪稱蛇的另類天敵 人稱蛇王,專門幫警方捉蛇 捉了蛇三十年的周伯喬 最難忘在96年同一條躲在巴士底的網蛇捉迷藏 先拉著尾,先扯著它 排入巴士底捉不到 拆了車輪都沒有它辦法 怎麼辦呢? 問問附近有沒有殺蟲水之類的東西 因為殺蟲水可以令它暈 那個大計就給了一支WD-40問我行不行 我行不行都要試一下 是吧? 這樣擠了那條蛇,就開始暈了 一暈,一鬆就拉出蛇 周伯喬的姐姐是行內少數的蛇後 四十年來捉了近千條蛇 譬如你現在這樣放了一個陣 你怎麼去捉它 那你沒理由這樣明知道 這樣對手給它咬 譬如我們在後面 就不要用命去搏 如果沒有毒的,就當它草這樣捉 在香港並沒有全職的蛇王 他們平時在開店買蛇肉和蛇羹 收到警方的通知才來客串捉蛇 那為什麼會有蛇王這個名字呢? 在行內流傳,蛇王一出,五蛇盡低頭 所以捉蛇的人都自稱為蛇王 要做蛇王,第一當然要膽要大不怕蛇 另外也要花些時間熟習蛇的品種和性格 有大約一至兩年捉蛇的經驗 就可以獨立行動出來捉蛇 無線電視記者,李噴龍副導